东海岸文教基金会8月5号要举办第二届回来明歌风音乐会 星期六下午在花莲车站大清举行的快闪宣传活动 由沈亭县的歌声搭配花莲柔道队选手们的精彩表演 邀请在地乡亲和过往游客 只要捐助任何社福机构1000块钱就可以换得一张入场券 欢迎大家一起来做公益又能够听明歌 暑假期间人来人往的花莲车站 西齐六校有一群柔道高手在集结热声 他们敏捷的声音吸引了过往游客的目光 两点中一道高亢的歌声响起 搭配柔道选手的精彩表演 更是让现场响起了热烈掌声 这是东海岸文教基金会第二届回来明歌风音乐会的快闪宣传活动 主要就是为了8月5号的回来明歌风的第二届来做暖场 希望借由在火车站人来人往的时候 不管是我们县内的乡亲们或是外县市人 他们在经过火车站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花莲的热力 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主要的小朋友是我们的柔道队 因为我们柔道队去年拿到了全国锦标赛的银牌 非常不容易因为真的是一军突起 那我们这次找他们来可以说是一文一无来做展演 第二届回来明歌风音乐会在8月5号要登场 将会邀请八位在明歌界颇腹盛名的歌手和民众 一起来回顾怀旧金曲 同时也会让新世代年轻族群来进入这段黄金岁月 一起领略台湾明歌的经典作品 我们8月5号的明歌音乐会呢 我们想做做工艺听明歌 就是说捐款给这个社服团体或慈善团体 1000元可以到我们指定的地方来换一张入场券 那我们这一次的明歌去年太轰动了 所以我们去年的这个歌手几乎是原版人马 但是歌曲不一样 那么会加上曾淑琴还有谢雨薇 曾淑琴就是唱鲁冰花的嘛 然后谢雨薇你看他很有名啊 客家一歌 那而且这一次胡德福老师呢 他挑了三首很感动的歌 我觉得要保密 叶佳俊老师也写了也准备了很多很精彩的歌 那像曾淑琴女士呢 他准备了一首歌是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的 他会在除了鲁冰花以外 他会在现场唱这一首歌献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东海岸文教基金会 欢迎喜爱音乐的朋友 一起来做公益听明歌 借了会幻视报导